拍工作仍然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天气因素可以说是左右着整个航拍的进度 航拍是个系统工程 除了配备专业人员 能否顺利起飞拍摄也受制颇多 有时蓝天白云却因为严格的空中管制 只能望天星探 有时又遭遇连绵阴雨 加上这次航拍工作原本就时间仅任务重 使得全体工作人员只能争分夺秒抢天气 抓紧每一次云开雾载 不求捕捉到最美的画面 有的时候呢 在底下看 蓝天白云还能上去飞一下 上去以后发现雾气非常大 根本不适合航拍 能念度不好的话 能拍出来的画面就灰灰的 光线不好的话 拍出来的画面就是没有立体感 终于等到好天 又一次航拍即将开始 为了节省时间 机场和摄像师把碰头会挪到了现场 空中拍摄和在地面不一样 一不留神想拍的点位就找不到了 飞行前用GPS定位尤为关键 再加上细致的设备调试 良好的天气配合 山林镇江的大气与质朴 龙城长洲的现代与传统 古都扬州的婉约与柔美 都一一尽收我们的引领 现在呢我们的航拍小组呢 已经来到了扬州的双博馆 我们分派了两路记者 一路记者呢在飞机上 而另外一路记者呢 就在地面上进行双机位拍摄 那么在飞机上的这个记者呢 必须要克服噪音的压力 平稳的表达 而另外在地面上的记者呢 也要克服锋利的音速流畅的出境 一路空一路地 您可别以为所谓的空地对接 就是简单的你来我往 这在天上的出境远没有想象中来得轻松 而拍摄寿西湖面空地对接的画面 难度系数更高 既要控制好飞机的速度 又要对标找叉 精确找到记者所乘坐的船只 因为在那个寿西湖上是游船比较的多 怎么让飞机能够找到我们 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后来想到是在船屋上面 铺一个我们新江苏新航程 这样的一个比较写目的标志 前段时间广州 我们的新江苏新航程